少废话 零本带利今天必须还钱 否则就拿蜜辣松石天珠和你家所有的牦牛抵斩 大日神山就在后面 你们两个大男人上门欺负一个女孩和一个小孩 莲花山大使就是这样教你们的 你是谁 你是殃吉的什么人 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我是谁不重要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欺负殃吉和小鸡打 欺负 就算欺负 那也是我们的事 外乡人 少来插手我们的事 欠账还钱天功地道 是个人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殃吉家困难 殃吉又得了重兵 你们这个时候来逼债 行为令人可耻 我要给我盯嘴 你要有本事 就把殃吉欠我们的钱还了 再多嘴 别怪我们欺负外乡人 下一秒 叶松手一晃 一尊天珠月然在手 阳光普照尖 天珠轻轻晃动 在阳光下饭照出白光一幕 说吧 殃吉欠了你多少钱 莲花天珠 这是莲花天珠 我的天哪 莲花山大师 这莲花天珠很好啊 殃吉他们家欠了我们六十多万 你就用这次莲花天珠来抵账 天珠给我 殃吉欠我的钱一笔勾销 殃吉欠你六十多万 你知道天珠值多少吗 要点碧莲不 要么还钱 要么给天珠 随你选 今天要是拿不到钱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诺克萨域 莲花天珠是无价之宝 我才欠你三十多万 你就要拿天珠抵账 你还算是人吗 欠了这么长时间 难道不要利息吗 废话少说 还钱 叶松轻哼一声 转身进屋 不到十秒 叶松拎着一个大包出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取出几落钱来丢在地上 那 几落斩崭新的红钞票 在地上散发出浓浓的墨香 一干人全都症着 诺克萨日面色俱变 死死地盯着叶松 私生叫道 算你还 等一下 欠条 算你很外向人 大哥 就这么放过那个小子了 放过他 不可能 我应该没有看错 他手里拿着的应该是九眼天珠 这里不宜动手 张然二十四小时盯着他 九眼天珠 我要定了 晚上 叶松和央吉坐在高原之上 点着大大汪汪的篝火 静静地望着如是如画的绝美星空 尿了我吧 让我做你的女人 叶松轻轻地摇头 央吉浑身僵硬 扭转身子跑远 这一夜 央吉蜷缩在自己的房间 哭得很伤心 小吉他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 站在叶松的背后 正正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肯做我的姐夫 我姐姐是我们圣山最美丽的雪莲花 多奇葬不赶了一千头猫牛来娶姐姐 姐姐都没答应 你姐姐可不止是一千头猫牛 她是无价之宝 可你为什么不愿意娶她 就算你是大上师 当你没出家 也是可以结婚的 你觉得哪颗星星最漂亮 每一颗星星都是最美的 莲花山大事要送你一颗星星 你会选哪一颗 我 我不知道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亲 这话叶松竟然是用的藏语说的 小吉他漠然大振 呆呆地看着叶松 叶松指着天上最亮的起明星 轻声说道 这颗星叫做起明星 也叫做金星 古希腊人叫它阿弗洛迪特 是代表爱与美的女神 而罗马人把这位女神称为维纳斯 普通人都会选择最亮的星 因为最亮代表最美 但 最美的星 不一定是你的明星 小吉他懵懂无知 呆呆静静地看着天空 轻声问询叶松 我姐姐不是你的明星吗 我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 叶松刚刚出门 却只见到瘦瘦的央吉 站在凯雷德车旁 看着叶松 央吉露出甜美的笑 像那最美的脏雪莲花 我知道你今天肯定要走 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波纳还剩下这些药材 已经给放车上了 你全带走 希望你能来看我 还有 我知道我该选哪颗星了 在这里最好的香香拉酒店 有个人等叶松 已经整整等了一个礼拜了 我的哥 我的叶哥 你再不来的话 兄弟我可是真的要疯了 你是不是知道我的哥 我在这一个礼拜 就跟撞鬼了似的 喝水都能塞牙缝 不说了 叶哥 天猪呢 天猪呢 天猪快给我 救命 救命那 可怜巴巴的七世祖 那是日盼夜盼叶松的到来 见到叶松的一瞬间 七世祖当即就给叶松跪了 自打七世祖的私人客机一降落 七世祖就病了 入住香香拉以后 病得更加厉害 点滴每天挂着 中药西药藏药每天吃着 整整一个礼拜了 完全不见一点点好转 微风不可一世的的七世祖 不停地打着喷嚏 一边向夜松大道苦水 坐电梯 电梯坏了 足足在电梯里困了三个小时 就差没被吓死 出门去瞻仰布达拉宫 半路出租车抛锚 步行十几公里去了布达拉宫 任何人都没事 到了七世祖那里 就被拦着 被告知人员爆满 要分流 布达拉宫进不了 七世祖再去看大招四 结果刚走没多远 一辆车鞋撞过来 擦着七世祖裤脚边上飞出去 打那以后 七世祖再不敢出门了 夜哥 天猪 天猪给我 我感觉我没几天了 高烧七天不退 徐寒道梦 气血虚浮 这是艾艾病的典型症状 七世祖当即面若死灰 双眼一翻晕死过去 其实他也就是感冒而已 至于撞邪 那就是自己吓自己 他的气色确实不对劲 不过这也是心理因素在作祟 喜去争辰 补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七世祖已经退上 精气神好了不少 夜哥 你真的是我的福星 你一在我身边 我 我那就是百毒不侵 奸邪退避 万魔消散那 对了夜哥 这是 这是去珠峰的路啊 你该不会要去攀登珠峰吧 说对了 我就是要去珠峰 七世祖作为驾驶员一听这话 当即就吓尿了 急速杀停凯威德颤声叫道 不是吧夜哥 你真要去登珠峰 那可是九死一生那 我有一个朋友 在珠峰上面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我要去拿回来 七世祖眨巴眨巴眼睛 猛逼半想没明白夜松这话的意思 嘿嘿 夜哥 那 那我的 我的是 你 你的原法 看你自己 那什么 那什么 夜哥 闭嘴 夜哥不是 你听我说 我觉得要登珠峰的话 从尼泊那边安全可靠得多啊 骗你的 我根本不去 啊 夜哥 登顶珠峰 那币格可是高出了天啊 你怎么又不去了 有你在 上不去 呃 去往珠峰的这条路 比起近藏的路差了很多 因为这条路上车辆稀少 周围数百里 荒无人烟 连续两天都在路上狂奔 到了晚上 车子出毛病了 按理说 身为夜部一大主任的专属作家 故障率几乎为零的特质 凯雷德绝不可能出毛病 但是 车子没油了 那 神仙也没办法 是的 车子没毛病 就是没有了 七世祖这小子忘记加油了 还没等到夜松动手 七世祖跳下车就跑 高举双手大叫饶命 跟着自己扇起自己的耳光 我错了夜哥 夜哥我真错了 这事真怪我 夜哥您坐着 我给你推车 推车 说得轻巧 凯雷德的自重就是三吨 这辆专属作家还是改装过的 绝对的三吨以上 推车 推你妹